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上回说到,是被孤独感包围后,鲜蟹就放弃了自我 最后用力量将软弱的自己从体内抹出 也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指使自摸眼 通合在杀戮中,难受到自己还活着的实感 新的一轮故事,则就是在一场细细腻的小雨中开始 干也从雨中乘着伞慢慢走来 突然,他看到一位温柔险进的长发少女,全受在街角 脸上带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干也走过去询问女孩是否需要帮助 他关心地问,是肚子痛吗? 女孩迟疑地回答,不是 但是,看到女孩满点痛苦的表情 干也还是决定,带女孩到家里休息一会 再回去的路上,干也再次温柔地问,很疼吗? 少女本能地摇摇头,但又随即点了点头 呲牙的嗓子说着 疼,很疼,疼得快要哭出来了 接着像是怕人不相信一般,他用力了捂住自己的肚子 接着一个柯蜘蛛因疼痛而不断颤抖了身子 泪眼望向干也,像孩子一般请求 我可以哭出来了吗? 女子端庄小脚的面旁,似乎得到干也的同情 但似乎又透露出一种让人无法言语的诡异 等晚上到家,女孩换上了干也干净的衣服,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当第二天干也醒来后,女孩早就已经不见得意 电视里正播着早间新闻 谈到昨晚在一间飞机的地下酒吧发现了几只少年的尸体 尸体不知被合物扯断了手脚 据说有人看到这几名被害人常常出入这个场所 警察正准备根据杀人手法追杀犯人 此时的干也却因为老板橙子发不出工资,而头疼不已 于是,他只有找到自己的高中同学借钱 就在干也离开前男职堂后 橙子就把自己先接到了韦多,单独叫给氏去完成 韦多人就高价让橙子杀死昨天晚上的杀人凶手 前男犯男的身份,对方已经知晓 如果可以的话,主要是活作 而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准备在干也知道这件事之前,先解决掉 于是,橙子把犯男的照片和信息能给氏 然而是一眼都没有看,就转身离开 他知道,这个人和他是同类 所以肯定在遇到的瞬间,就会向我厮杀 而干也在借钱的时候,也被要求去帮忙做一件事 他就是帮忙寻找一个名叫凑起胎的学弟 这个学弟和昨天晚上的案件,有一些不确定的关系 并且已经很多天不知所踪了 本来干也就打算加入任何纷争 但如今的处境,他别有选择 就这样,成者是不想让干也插手指式的念头 就这样泡汤了 就在干也寻找凑起胎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在寻找凑起胎 那就是妹妹黑洞鲜花的同学,潜上藤来 在黑洞鲜花的介绍下 他也想寻求探索能力极强的干也的帮助 于是,鲜花为两人安排了一场见面 难而来的人却不是干也,而是两仪式 在总他无法赴约的话后 是注意到坐在鲜花对面的藤来 用指示自摸眼的他 一眼就感触了藤来身上的一样 难而,仅仅只是一瞬间 是有否定了这种感觉 所以失望地转身离开 但是藤来却插去到 视身上他不一样的气息后 嘴角呆在淡然的笑 眼中是森狠的寒气 没有人知道露子断装大方的他 竟然就是那些暗箭的凶手 他之作为寻找凑起胎 也是因为起胎是那晚唯一逃出去的人 晚上,藤来就像起胎的一个朋友 打进起胎的下落 他必须杀了他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不被警察抓住 然后对方什么也不知道 藤来一旧温和地看出对方 眼中带着浅情的笑意 对方的身体却以怪异的方式开始扭曲 直到实施错位 献血 满意的流畅 为了这样血清的一幕 藤来一旧一脸平静 可藤来是出现在他的身后 两人的瞳孔都闪现出以地的光芒 战斗一触即发 可变革之后 藤来的瞳孔就恢复了普通人的模样 是恼怒地转身离开 他不屑与普通人的战斗 事实上 藤来是否普通 在于他生活的不感知痛觉 记得在哼笑的时候 他小小的玩具盒里 捆入了一把针刀 小刀切开了手指 鲜血不断地流出 他也一无所知 木槿看到后 着急地把他拥入怀中 温柔地问他 疼不疼 从小感知不到疼痛的疼爱 无法懂得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然而 在母亲怀抱里哭泣了他 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幸福 这他才知道 疼痛 是很够带来关注和温暖 但这并不是普通人所感知到的生理上的疼痛 讽刺的是 这种生理上的疼痛 真正被唤醒 却是需要自己在心理上的取怒 那群他亲手杀死的混混 这是唤醒他疼痛的根源 那简直 是一群不能称之为人的人 他们对疼爱实施了长达半年的侵犯 所有家住在疼爱身上的疼痛 都没有引起疼爱的反应 他像玩偶一般 腾瘦的心血淋淋地殴打 侵犯 这种生理上的无痛症 反而加剧了心理上的痛觉 直到有一天 其中一个混混 用金属球棒 中击了疼爱的被捕后 长达半年的恶行 还得到了终止 因为那一只疼爱 迅速全坐在地上 面部 因疼痛而变得扭曲 这是他第一次 感受到的疼痛 然而这种疼痛 却击碎了所有的温暖 点燃到身体里 积压许久的复仇之祸 即使后来的腾瘦 在这世纪痛绝 每当过去凝入了 记忆掠过脑海时 一两万唤起腾瘦 胜利上残忧的痛楚 这就是他杀戮的动机 但似乎 还有一些更加扭曲的行为 甘也没有让其他说出来 只是将他安排到 一处比较隐秘的地方 因为 甘也接下来打算调查的是 腾瘦的身世 他相信 只要和腾瘦协商 就一定会解决问题 一级恶情虽说 终要接受报复 但不是眼前这种办法 而就在甘也离开的期间 城市出现了第七个受害者 受害者看起来 是死于交通事故 然后尸体的脖颈 却以怪异的姿势 被扭曲折断 这显然 又是腾瘦所为 可是这名受害者 却与腾瘦毫无关系 这位少女的杀戮 已经有复仇满意的无辜人 是已经不能再等了 可来是刚刚离开后 甘也就在台风来厅前 改回了前安置堂 她知道关于前上腾瘦的一切 原来 腾瘦并不是生来就患有无同症的 腾瘦很小的时候 就抑郁成人 能不触碰东西 就将其扭曲 村里所有人都感到恐惧 于是 腾瘦的父亲委托了 为腾瘦配置了一种药 以关闭感觉的方式 来分以能量 但可悲的是 这反而让腾瘦的能力 变得更强 至于两宜家为了提升能力 和打开感觉的做法 完全相反 甘也似乎已知道了什么 惊恐的询问 是 去了哪里 她在心中始终抱着一和平方式 来拯救这个女孩 男儿已经来不及了 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腾瘦不得逼近死亡 其实 在混混最后一次伤害腾瘦的时候 她的痛觉 就已经恢复 在那被关闭的感觉 犹如饿了许久的老虎一样 突然 开始充满疯狂 城市在腾瘦现在组织医生那里打听到 腾瘦患有慢性难尾炎 她腹部的疼痛 并不是混混给的 而是内脏本来的疼痛 所以 导致她杀人的并不是混混所唤起的疼痛 而是借由混混的时候 达成她杀人的奇迹 但是 除了杀人 就是被杀 腾瘦没有选择 可即使玻璃开中生存的本能 腾瘦也早已为时意外 当她杀到第五人的时候 可以一切为是在复仇 可之后的行为 已经不是在复仇了 而是在杀戮 这是精神上的无可救药 是也不能容认 这种无差别的杀人行为 除此之外 在肉体上 腾瘦也已经没有药可救了 因为腾瘦的蓝尾炎 已经恶化成腹磨炎 最糟糕的情况 只有半天 就会死亡 最近无人为例的是 她的父亲 就是委托橙子杀掉腾瘦的人 唯一能够给予保护的父亲 却期望她的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已经无法拯救了 蓝尔即使知道一切 但也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她就是一个老好人 她就会相信通过协商 一定可以挽救这个少女 可就在干液赶来的路上 是 已经守卧利润和腾瘦交手 双方的同红 都像蓝雪一般鲜红 腾瘦的扭曲至魔眼 已经进化到延世 也着下不住的地步 就连不能直视的空间物件 腾瘦都能将其扭曲 是以牺牲足了的代价 看到了腾瘦魔法的死线 那是一条由红绿交叉的螺旋 玩物都有破绽 而这条螺旋 就是扭曲至魔眼的破绽 她的利润 击随了所有的魔旋 最终击败了腾瘦 腾瘦无力地倒在飞墟之中 蜷缩的身子 口中的蓝蓝症 好痛 好痛 她的记忆 飘回了高中时期的那个夕阳 轻楼的余灰 撒在她手上的脚踝 也感受不到疼痛 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伤口 然而一位黑发蓝子 就看到了女孩泛红的伤口 她有点恼怒地对腾瘦说 创伤不是该冷淡的东西 痛楚是应该述说出来的 这份小心翼被呵护的温暖 让她感受到了疼痛的美好 和她一直想守护的 不过 就是这份美好罢了 仅仅是这点愿望 可都无人满足啊 她痛苦地呐喊 愿在千里之遥的大桥 瞬间分崩离析 是走到生死地坚的腾瘦身边 毫不犹豫地流离地刺了下去 是最终还是没能杀的腾瘦 反而治愈了她身体里 潜伏的病症 她看得从中赶来的黑洞干颜 或许她永远也不会承认 自己却不想当这个善良的烂好人 失望罢了 一瞬间 是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那是失醒来后 第一次让干颜看到的 真正小龙 片名 空净 痛绝残留 其实腾瘦的身份 是思纳推磨家族 浅身家 她被母亲带走 回到了浅上家 也就是浅身家的分支 而想杀她的父亲 也并不是亲生父亲 而是继父 她在和两仪式战斗的时候 严重生地看到断掉一臂的事 并没有因为断臂 而有所停滞 她不理解为什么不停下来 可对于两仪式来说 只要不停下来 前方就会有路 所以不能停下来 不过于两仪式的救赎 在这一步的结尾 也总算有了一份模糊的交代 因为干颜愿意承担是的罪孽 她说得无比的轻巧 而那个真正的小龙 就是听到干颜这些话后 所绽放的 童林本身 就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在藤奈得知 流泪可以得到关爱后 她就喜欢上了流泪 她最早遇到那位黑发男子 也就是黑童干颜 她所期待的 就是能够再见一次干颜 能够再体会一次那种温暖 胡同症 虽然会带给她一些另类的好处 不过 却剥夺了她流泪的资格 当咸红的血液 取代了沉浸的泪水后 少女的人生已经被黑暗侵蚀 那些几乎她都很混 她发现这种极乐的能力后 远发的猖狂 原先 她有所顾忌 直到最后的 死无忌惮 如果不是痛感的短暂恢复 死无疼爱的一生 不过如此了 因为她的童年 注定她在无动症的条件下 不会进行任何反抗 从小养成卑微的习惯 以为了得到温暖为由 将自己置身于软弱的世界 她的忍耐比常人都要恐怖 但是 当那些被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 被无意牵打开后 曾经所受到的痛 恨 会以千倍百倍 捨压在自己的身上 她杀人的理由 只是为了告别过去的软弱 和被人践踏了自己 想要成为她的眼中的正常人 哪怕知道 杀人是错误的 但是 那种愉悦感在扭曲的思想下 得到了 华丽的绽放 痛绝残留 指着是在体内的懒尾炎 所引发的疼痛 也指着 那在神经上残留的痛绝 曾经的驱怒 曾经一瞬间感受到的疼痛 都会残留在这腹 能够快速自愈的楼体上 和仔细回想 从没有与人有过 抬身接触的两一世 她的未来 究竟 到底是可控 还是不可控 我是超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